3月15日晚,陈冠希显示上海为某牛仔品牌展台宣传,活动现场,Edison以一身简单的红白卫衣搭配牛仔裤,潮流感十足。 最近陈冠希正忙着筹备自己的演唱会,以及和MC弱狗合作的新专辑《超级兄弟》,随后他更计划推出自己的个人专辑以及电影作品。 而对于之前赚到2000万美金就结婚的说法,陈冠希笑颜自己每天都在改变,如今自己的目标不是赚钱,而是用自己的号召力影响更多的年轻人。 我每天都会改变,不过之前我一直会在想钱,现在会想做一些东西可以让我们华人的年轻人可以感觉到我的影响。 然后我想告诉大家,其实从我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想告诉一些年轻人,希望他们可以从我身上学到新的东西,然后可以做到其实鼓励吧。 最近阿娇公开承认和韩国男友K先生相恋后就一直表现得相当高调,当问到陈冠希对前女友有何祝福时,陈冠希的反应相当激烈,直接爆出口。 最近阿娇的新铁器就在なので,我们最近召fact了。 你是真有好看的。 你是仅有好看的吗? 不是插桥了。 day may be 啊 中文字幕——YK